黄飞鸿是期末美初时期佛山的主演家 是南海红圈一带都师 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 称为艺术创作可终的主角 黄飞鸿之年馆于2001年1月竞争开放 馆子建筑的特色是在线的黄飞鸿所生活的年代中 佛山慈堂市民居建筑人物 机电馆的沉淀内容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介绍真实的黄飞鸿 观众们可以通过崩溃食物和资料 穿越时空走进黄飞鸿的真实世界